第一件事情 这是我下载下来的 我的档案 所以第一次下载下来 我们要点选这个启用编辑 本来下载下来的这个档案提醒你们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下载里面 例如说 我刚刚下载下来的 定义样式 薪水单 薪水单 还有Office2010TIPS40章 这都我刚刚下载下来的 好 我就先讲这一份文件 这一份文件 我们 我先讲 一刚开始我们在制作一份新的文件 我们应该要先打上去的是一个标题文字 也就是说 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我们会先朝你起 乘 转 和 大概要写什么内容 那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标题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当我这边这一份文件 这个就是一个标题一 这是标题二 这边有一个功能哦 检视功能窗格 我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好多好多的标题二 这边有大概十一十二 这边有大概十一十二 一直到二十多 四十个标题二 那我有很多个标题一 通常我先把所有文件先还原 先还原 全部都把它定义为内文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从头到尾来去打字 你打完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接下来你一定要先会做一件事 把文件内容 什么是标题 什么是内文 区隔开来 例如说 怎么定义它是标题一呢 成功简报关键篇 你游标只要落在这一个段落里面 任何一个地方 点选标题一 它就变成标题一了 如果我们想要做好标题 接下来我们就会想说 那我们第一个可能就要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这时候把这个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随便游标在任何一个地方 把它定义为标题二 定义为标题二 就是点一下